所以当我开始喝Reserve的时候 我的Covid原本是七天的嘛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很累 所以整个过程 所以我就会觉得Reserve 我其实不了解Reserve 就是相信,听话 就是这样子喝,喝了过后 觉得真的不同 然后刚好我女儿有那个月经 她的就是有时候会迟 所以我就让她喝Reserve 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她告诉我说 Reserve帮助到她月经的那个 宣序就是很正常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虽然整个product我只是开始用 所以我只是认识Reserve 所以经过这两天,尤其是昨天的时候 然后就讲到整个产品的三校的整个过程 让我更加的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补助品 所以呢,接下来日子我就会去跟她们了解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是适合我们的 谢谢大家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我看到这两天的活动 你有什么不同的礼物吗 之前你还没有来 在我还没有来之前呢 我就是以用产品的那种心态 然后因为我是在房地产 在新加坡 所以一样的想法就是说 要我卖东西啊 我说我都在舒适圈了 我不要卖东西 可是我经过这两天看到的东西是 不是我是不是在舒适圈 把金钱放一边的话 就是可以帮助到许多人 而且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说 这个产品可能不用通过西药的方式 也可以未雨绸缪 因为这个疾病的东西通常到我们 因为我做保险 所以我会知道说 大致上人家会买退休金 还有是医药保险 是因为差不多六十多岁的时候 疾病就会敲我们的门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需要位于绸缪 可是之前我只想到自己 最重要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家庭 可以健康就好 可是经过这两天 尤其是刚才那个七十多岁的那个 对我来说 他根本在金钱上 他也不需要 所以他需要的就是 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 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 更多的人 让他们更加的健康 所以就朝着这个想法去想 我就会觉得说 我必须去了解 除了瑞生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 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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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想大家 看来一下好了 除了公司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才会来到这边 但是那个平台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看产品加上平台的话 如果我们分享得到 分享到够价值的话 没有人是可以拒绝的 这边是这个 特别的时期 好